大家好,我是佐拉 今天有一个叫财新Express的账号回复我说 关注我看相关报道 原来是上个月我在推特上说 看上去隋广义、马小秋、顶一峰成为这两天的热门话题了 有人在做持续更新的新闻专题吗? 他们财新做了报道,于是通知我来看 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内容 我确信他们不是骗子 应该真的是前财新杂志总编辑胡舒立发起创建的财新传媒的账号 这个账号叫财新通 首先,感谢财新的财新通的敬业和专业 愿意去跟进报道这个庞氏骗局案例 还专程来通知于我 这个财新通的账号是2024年1月注册的新账号 正在展开推特上的运营 第二,我想要提供一些看法 你们的报道很棒 但是对于付费墙的存在的方式 我有一些建议 据我所知,有付费墙的媒体有纽约时报 华尔街日报还有你们财新 华尔街日报的链接 我是从来不会点击开的 因为我每次点击都会有付费墙挡住了 而纽约时报是有一定概率可以直接点开的 他们应该针对分享在推特上的链接做了识别 允许观看全文 但是在观看的过程中还是会出现付费订阅的提示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并且他们针对搜损引擎 比如Google的爬虫爬过来的时候 他们也是让搜损引擎索引了全文的 我建议财新的数字营销团队 不要给人刻板印象是一定会有付费墙挡住 要不然读者永远不会点开 也永远不会转推给别人 别人看到的也是被付费墙挡住的内容 我建议财新设置这样的付费墙规则 就是在社交媒体分享的前面24个小时 或者前面1000个点击者 可以毫无障碍地看到全文 这些来自社交媒体的观众会成为 优质深度报道内容的推广者 但是在接下来的14天内 可以让读者观看到90%的全文 但是会出现订阅提示 这样对于读者来说 只看90%的新闻报道 他们也了解到故事的大概 最后几个段落不看的话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无所谓 但对于关注财经新闻 并且在座财经投资的人来说 剩余段落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希望看到完整的资讯 他们会付费 14天后 文章的时效性降低 建议在允许观看全文的同时 也在恰当的时期出现订阅提示 虽然文章内容已经没有时效性 但是也能够让后面偶然点到观众 能够看到他们想看的内容 并且还得到了一次营销的机会 好久也怕巷子生 我相信我前面提到的这些做法 兼顾了营收和营销的两个角度 也能兼顾读者的体验和商人的贪婪 不必完全遵循我的建议 请参考一下